新南陈德烈配上美女出身Joanna 帥哥美女逛卖场一大一唱很逗趣 33岁的陈德烈除了煮了一首好菜外 对于理财更是拿手 自己大概只留差不多十分之三 在平常的生活花费或娱乐 因为我觉得说这也是另外一个 让自己变相存钱的好的方式 2014年砸下2000万 在新店区购入人生的第一间房子 但房贷的压力也让陈德烈大喊吃不消 因为我有房贷跟车贷的压力 所以如果当我还有头期款的话 可以丢的话我当然还是会再继续买 和声西装超帅气 陈德烈保养有道 现场示范更不马虎 多喝水 多运动 那我运动的方式 如果是在国外 这是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福利挺身 再来就是仰卧起坐 美女出身Joanna不只修厨艺 好气色怎么维持 大方分享不少 吃很重要 食不很重要 可是我觉得睡眠其实更重要 如果想要脸上有多一点胶原蛋白 有蓬蓬的感觉 其实这些就是要靠睡觉来补回来的 去年底刚结完婚的Joanna 曾经在幸福喜悦中 有了爱情更看重面包 也兴起了买房子念头 房地产这一块 是我自己很有兴趣的 我自己啦 个人是很喜欢住在宗教的东路五段 我觉得生活机能非常的好 新南陈德烈和美女出身Joanna 煮的一手好菜 靠着理财买房 累积财富更上一层楼 东森财经新闻 黄富翔 陈和平台北报道